她的童年一日鎖在家 晚晚睡在廁所板的上面 伴隨著她的得滿身的傷痕 按廢模糊鏡湖區 被單獨留在家得六七歲的她 在窗口主動和鄰居打招呼 她說經常被人打 還用毛巾塞住口 打到牙都掉都不讓哭 但她也不讓鄰居報警 說怕之後被人打得更甘 不過最怕都是以後見不到媽媽 公安昨天把她救出 小豆子下個學期升小一 她是雙胞胎 但父母離婚 她和媽媽繼父一起生活 繼父說因為小豆子昨天走到樓上 拿東西吃 繼父覺得好沒面子 所以用布包著木棍打她 是可怕嗎 一定是為了 如果是沒問題 ona 我們 看